老師 蕭威說 她這個是有兇嗎? 欸 這個開花期間是不是可以用? 如果是藥商的話 應該來找寶妹吧 老師 但是要看是不是藥商 她這個為什麼來行呢? 那藥商就要找 如果去兇到 炒藥也兇到 藥也兇到 背去兇到 這種呢 這都要可以直接找寶妹 這應該是 她就給你 給你一個很好的這個 這很好的進展 我們好朋友都知道 都會說 炒藥也兇到 不用問阿寶 去找寶妹就好了 她專門轉一顆 但是我們的注意就是 這個藥也兇到 我覺得這個 聽說朋友要注意 因為你這個業員 那種東西 有稍微感 軟軟 那種不是直接炒打下去 它可能是原地 有像叫 燻水藏到這種 這在業在效益的這個地方 當然很難去判斷是不是 沒有拜託是藥商 但是我個人是要在注意 就是說這很可能是疫病 這和藥病有很大的節節關係 在這個 所以呢 在這方面來說 要稍微知道 如果是說 我們台東手有轉過藥 都這種情形 尤其是在我家的地方 特別嚴重 我家通常我們轉藥和吃辣 這很可能是藥害 這個收集比較重 所以做成在業員 因為這群 也是沒辦法去拜託 所以我個人是 因為我們很難去判斷 你就倒不如 這個 當然用玉米蘇 這個 這個開花期也沒什麼要緊 這個比較好 因為如果是確定說是藥去上到 那確定是藥去上到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 確定是要上到 確定是叫藥去上到 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來 做一個 這個處理 要用什麼處理 這個大概玉米蘇也可以 還是說這支逆症 這支逆症在用的這個東西 這是專門在改 操藥 專門在改藥害 這個 我個人是說 用那個效果就比較好 真的 在這方面來說 以前是沒辦法用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玉米蘇還可以 也不錯 沒辦法用 但是呢 現在有更好的東西 因為以前我們在種食粿 一直都 就是用 都會去追求 都會去追求用這個東西 因為 種食粿有時候 你大民族在種的時候 沒有像我們自己在補過 三分、六分、一家、兩家 這樣 我們 很生意 那兩、三、八家在種的時候 頭走到尾都會走到白腳 所以有時候都是用去玉米蘇押一下 所以在轉玉米蘇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玉米蘇押了 有好洗、不好洗 這都是 很容易出現的這個問題 在那裡 我個人是因為說 如果這個 在燈到這個玉米蘇押了 有稍微的 那種感覺怪怪 沒有很麻煩 完全是夾在用 但是以前我們不能一直去 檢調說是玉米蘇押 有時候我們要去檢討一下 是不是病 很有可能 有這個病害 病害的可能性 因為 一般來說 如果是玉米蘇押 一定是有一個地方 選擇玉米蘇押 對吧 玉米蘇押 選擇玉米蘇押 直接選擇玉米蘇押 比較少 所以我們的判斷是這樣 所以 這給好朋友 先知道 雖然 這個 是不是有要害 沒有要害 我們要去看 這個重點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是不是先去判斷 一個判斷 這個大概是為這個 新月 新月有這樣 新月有 這個很好吃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些參考 這個效果上 應該是不錯 就是說 這樣你就有辦法去押 不然 用不好 對 我又說噴了 噴了當然有差 但是萬年 他不是優勝 對不對 他長也會比較好 但是 他是疫病 結果你疫病沒有改管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個覺得說不太好 所以我們來看 新月的這個地方 新月的這個地方 新月的地方 新月都很好 只會對的時候 那個應該就不是要害 如果是優勝 應該是為新月生得 新月生得 所以 這很可能是這個疫病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這樣 這個可以讓你做參考 當然要開花 你用一點玉米蘇 這個效果不錯 如果是正經是優勝得 你就用這支改優 專門在改優勝的 來用 這樣應該效果會不錯 這樣 嗯